哈喽你好,大家好,先来看一下你的这个昨天的作业啊,完成的确实很不错,我说的那个不错是什么呢?你的扩写和描写,你都放进去了,你家看了吗?你的这次这个作文写的挺平常的,对不对?嗯,那就是因为我们加进了扩写和描写, 而且你也就是在课上讲的那些东西,你都已经在你的作文里面写出来了啊,特别好这块听的啊,那么还是有一点点问题啊,那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些句子和一些特别的词语,我们要说一些这个问题啊,看这儿啊,妈妈见了变重复了很多遍,还是没有得到了小明刷牙的习惯。 我读完了这句话,你是不是觉得这句话有点奇怪呢?对吧,你发现了吧,问题是不是在得到这个词上呢?我们怎么样,没有怎么样啊?小明没有改变他不刷牙的这个坏习惯,我们不叫得到,叫改掉,还是没有改掉小明刷牙的,哎,这个习惯,habit,是一个名词,名词的前面是哪个的? 名词的前面是哪个的?是这个的呀,白勺的,这里一个字啊,要注意了,好,还有啊,这个人改名字了,他不叫小明了,他改成叫小月了,小月记得刷牙,对不对?我们的名字啊,要同意啊,要是一个人,好了,那么快,这个快要头痛了,这个是谁啊? 谁快要头痛了?嗯,可以,如果你说妈妈,那你这句话就是对的啊,妈妈快要头疼死了,啊,我们可以再加一个死,妈妈快要头疼死了,好,嗯,但是小明把妈妈的话忘记掉了,啊,你可以说忘掉,你也可以说忘记, 但是忘记掉就很奇怪,我们去掉一个,啊,他把妈妈的话忘掉了,或者他把妈妈的话忘记了,都可以,两个,两个记和掉在一起,用一个,去掉一个,啊,好,也不想再继续听妈妈的废话了,啊,来,跟你说一下标点符号的使用方法啊, 我们的豆号,和这个,啊,和这个冒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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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符号,如果你在写作文的时候,你写到了最后一个字,比如说这个,写到妈妈这儿,后边没有格了,但是你又, 需要写这么一个,这个符号,怎么办,写在后边,记住,一定不能写在,第二行的第一个空格里,啊,你这样写就写的有问题了,一定要把这五个符号,写在后面,啊,后面就算没有格了,我们要把它写在空白的地方,啊,这是第一个,那么有一个是特别特殊的,是什么呢? 影号,影号,影号可以特殊的写,你可以在比如说妈妈说啊,这是妈妈说,冒号,影号,你的影号可以放在第一个格子里,好吗?啊,但是影号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影号它是有开,开,开影号和关影号,对不对? 关影号和他们是一样的,和他们是一样的,和这几个是一样的,也是要写在最后面,只有这个影号里面的开影号是可以写在句子的最前面,其他的这些,全部都要是放在后面啊,像你这个,后面,你看这个也是,啊,也要给它写在后面,啊,也要写在后面, 还有后面,后面有一页啊,我给你标出来了,这些逗号啊,这些逗号,这个句号,这个逗号,全部放在这儿,这儿,这儿,啊,我们再来看下一页,看下下一页,啊,这是第一页,这是第一页, 好,看到第三页了吗?句号,逗号,啊,还有这个,这句话你说完了啊,这句话你说完了,影号,正所谓,哒哒哒哒哒,你的关门影号,啊,咱是忘记写了,咱不是不会,咱是忘记写了,啊,然后,影号,逗号,看好了吗? 你这里又需要一个影号,又需要一个逗号,所以你把影号逗号全都写在后面,一定不要写在最前面,啊,然后这里面有一个错别字是什么? 这个字,这个字,这个字,自己的己啊,自己的己是怎么写的呀,是这样写的,这个字啊,我们看一下第三笔,这个叫什么,already,已经的已,这个是已经的已,这个才是自己的己,自己的己的那个己是从这里开始写的, 自己的己,啊,啊,这有一个错别字哦,啊,其他的语,你没有什么太多的语病了,啊,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语病了,啊,我们只要改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来看啊,这里我帮你去掉了一个,没事了,你看啊,他一口一口的吃着,津津有味的吃着,啊,这里有一个吃着,这里有一个吃着,我们用一个吃着就可以了,你可以去掉一个,一口一口的吃着,用津津有味就可以了, 那么你就用一口一口的,把津津有味去掉,反正你就是去掉一个嘛,啊,去掉一个,就是重复了啊,重复了,这里有一个叫什么,直吃完自己的糖果后,少了一个字,直到,直到吃完自己的糖果后,知道这个问题吗,加一个到,直到吃完自己的糖果后,他才心满意足的去睡觉啊,这里少了一个字了,我们给他加进去, 好了,第一页啊,我们就改完了,第一页就改完了,基本上你的那些什么扩写描写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只给你说,只给你说一些那些小细节上的问题,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页啊,第二页这里是有一个,你看啊,他的逗号,你这里可能写的时候有点写乱了,写乱了,但很怕被妈妈骂才不告诉他,吃晚饭的,吃晚饭时, 小明不小心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人的牙齿,嗯,不小心,他不是,啊,可以啊,他不小心摸了摸自己的牙齿,这个挤啊,还是这个挤的问题,怎么样呢,被妈妈看见了,我们这里改成,加一个字啊,却被妈妈看见了,他痛苦的样子,嗯,这是,这个句子写的有点问题了, 啊,却被妈妈看见了,他痛苦的,啊,就是痛苦,他痛苦的样子,样子的子,怎么写,样乐,样子,对不对,啊,看到他痛苦的样子,可以啦,这个,这句话再这样改一下,好,我还有一个啊,我们这个牙是什么,牙的measure word,它的量词是一颗牙,一颗柱牙,啊,这里的枝改成颗,这里的枝改成颗,这里的枝改成颗, 好吗,嗯,把这个改一下,啊,其他都很好,然后再来说最后一页啊,再来说最后一页啊,嗯,这句话用在这里,嗯,怎么说呢,我知道你想说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他,这句话用在,这句话呢,用在这里不是特别的恰当,什么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紧绳啊,这,他这个话,他这个话的意思是害怕,对不对啊,他,这句话想说, 他说他害怕,用在什么时候呢,突然发生的一件事情,啊,突然发生的一件事情,啊,突然发生的一件事情,本来一个挺好的一个朋友,他在背后害你啊,给你告老师,到老师那给你告状去了,啊,这个叫什么,一朝被蛇咬,十年怕紧绳,我跟他关系那么好,他在背后还要害我,这个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紧绳, 他的重点是想说他害怕,是想说他害怕的意思,啊,想说他害怕,害怕这件事了,那么,你想说的是什么呀,小明他最后他的这个,他知道自己的问题了,他也改正自己的问题了,他也去拔了牙了,他以后也好好刷牙了,这个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王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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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劳为时不晚 没有 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我们来看一个小视频 等会啊 我给你看一个视频啊 这里有一个 没传上来吗 应该有传上来呀 看一个亡羊补牢的视频啊 你的那个第一个 你的那个重点在他害怕了 你重点在他害怕了 所以我说他不符合 不符合这个他的意思 这块能理解吗 嗯 你可以把这句话用在别的地方啊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警生 他的这个话 他想描写的是 他对于这件事很害怕 但是很害怕 他后面怎么做 我们表达的并不全面 并不是很恰当很合适 那么我说用亡羊补牢 为时不晚就可以 亡羊 亡就是死的意思 死了 我的羊死了 我在一个羊圈里 我的羊死了一只 因为什么呀 因为这里有一个大洞 每天晚上狼进来偷吃我的羊 啊 已经好几天都这样了 但是呢 我的羊还没有全死光 我知道自己的问题了 我把这个洞给他补上了 补上以后 这个羊 这个狼再也进不来吃我的羊了啊 我的羊就不会再死了 为时不晚 这样还不是很晚 我发现问题了 我给他解决了 我改掉了 就不晚 我们看一下 亡羊补牢 从前有一个牧羊人 他养了很多羊 每天晚上 他都会把羊赶到羊圈里去 有一天早晨 他发现羊少了一只 仔细一检查 原来羊圈破了一个窟窿 狼晚上从羊圈里进去 叼走了羊 邻居们知道了都劝他 赶快把羊圈的窟窿补上吧 这样羊就不会丢了 但这个人不听劝告 他说道 羊已经丢了 这修羊圈还有啥用呀 到了第二天 他发现羊又少了一只 原来狼从窟窿中钻进去 又叼走了一只羊 这时他才赶快将羊圈的窟窿 给修补好 从那以后 他的羊再也没有丢过了 后来人们经常用亡羊补牢 来形容犯了错误 能够及时纠正 防止更大的损失 小朋友 现在你知道亡羊补牢 是什么意思了吗 嗯 明白了吗 所以我们这里啊 我们这里这句话用什么呢 用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如果你想用一个 你不用精一世长一世这句话呢 你用这个你也不合适啊 用这个十年这个帕景城也不合适 你可以用这一句 你可以用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因为这个小明他就是不刷牙 他不听劝 最后发现了大问题了 但是他又改掉了 可以吧 用这个啊 好 那么这个就说完了啊 这个事就说完了啊 我们来看 做一个这个练习啊 做一个这个练习 哎 假如就 我们来完成句子啊 先来完成句子 用这个造句哦 用假如就来造句 假如 嗯 我当时多努力一点 嗯 就 就怎么样了呢 能想到吗 假如他在考试呢 嗯 考试呢 你看那个 嗯 假如我当时多努力一点 就 完成句子啊 发挥想象 就怎么样了呢 就 哦 不会 不及格了 啊 这句话说的什么呀 说的是他考试的时候啊 我们现在做练习啊 做一个什么练习 做一个用这种关联词语 用这种词语来造句的啊 造句的这么一个练习 判断一下啊 来看一下这个 假如我当时多努力一点 就不会不及格了 好 我们再来说 假如什么就不会得住牙了 假如 假如我每天刷牙 就不会得住牙了 可以 啊 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用到假如 如果怎么怎么样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记和又啊 记和又 什么什么记怎么样 又怎么样 你来说一下 想一想心情的词语啊 有什么心情的词语 可以放在这里呢 比赛快要到了 比赛就快要到了 我的心情是什么呢 我要去参加跑步比赛了 很多很多一起比赛的人都在这了 马上跑步就要到了 那比赛就要到了 我的 我当时的心情是什么 我们想一下 我们可以在这呢 比赛就要开始 要到了 大家 至いつ 下 olvid 既然生 vai 就是 对 又害怕 这 我浪费 我觉得你那一个浪费 真既然יי 又害怕에서 可以放到这里 可以放到这个去 在诊所去医院拔牙 或者是看病的时候 既紧张既担心又害怕 那么比赛 我们想一想 比赛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的亢奋 都很兴奋 我有点什么 紧张 有点紧张 你紧张 既兴奋又紧张 比赛的时候 要比赛的心情是什么 既兴奋又紧张的 那么你发现自己有问题 生病了 你要去诊所的时候 这个的心情就是什么呢 既担心又害怕 你也可以紧张吧 或者是既担心又害怕又紧张 这些词 可以放在去诊所的时候的心情 那么比赛用兴奋和紧张 好 来 这个是我们上一节课说的 那个人物的描写 说到了人物的描写 我们做一个那个 上一节课说的 说到了 说到了 我们来做练习题 设设计啊 设计啊 设理 图子 好 的快 选一个 哪个的 上面三个的啊 哪个的 第二个的 快是什么词 快是动 动词 动词是action 对吗 那跑 它是一个action 快是什么 跑的快 是一个 describe 这个verb describe 这个action 它是形容了这个跑 它叫形容词 它是形容词 形容词 我们用哪个呀 这个 我 找得快 用这个的了啊 用这个的 然后你再看一下 后面的 乌龟 那个的 第三个 哪个 第三个 第三个 好 你们说 一二三 对了 你这都跑得快 爬得慢 是一样的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句子啊 暖暖的风儿 轻轻吹 绿绿的树叶 把头摇 这几个的 第二个 风 我们说了啊 这个的的后面是 non 是名词 这个的的后面是verb 是形容词 这个的的后面是 adjective 是形容词 那么 风 和树 风和树是什么词 风和树 风和树是 是动词吗 是动作吗 风和树是动作吗 不是 对 它是名词 它是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事情 它是一个事物 它是一个东西 好了 那么我们这里就要用 第一个的了 暖暖的风儿 绿绿的树叶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啊 青青竹子长得快 参天大树长得慢 哪个的 我们还是要怎么样呢 要知道这个怎么来判断 是用哪个的 我们来看后面的这个 看括号后面的 这是什么词 快 快是属于是名词动词 还是形容词呢 动词 快不是动词 快是形容词 不是这个吗 形容词 形容一个人跑得快 说一个人跑得快 那么它在形容 它在描述一个人 它在描写一个人的动作 描写这个人的跑是快的 它是形容词 形容词前面用这个的 它树长得慢 哪个的 想到了吗 长得慢 长得慢 慢 什么词 什么词 对 形容词 所以我们用这个的 用这个的 我们再来看啊 认真的做操不马虎 专心的上课不大意 做操和上课是什么词 做操和上课是什么词 大点声听不到 做操呀 做操呢 我有一个动作在里头吗 动词 对 动词啊 做操是动词 所以前面用图也的 用图也的 专心上课也是一个动词 你在做什么 我在上课 上课也是一个动词 它也是图也的 好 我们再来看 清晨锻炼 起的早 加班加点睡的晚 早和晚 前面用哪个的 清晨锻炼 起的早 加班加点睡的晚 哪个的 白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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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好 我们来看啊 白勺的 不对 我们说早和晚 早是什么 early 说这个时间很早 形容这个时间很早 early 晚 睡的晚 也说这个时间太晚了 这些是形容词 形容词的前面用这个的 形容词的前面用双人的 形容词前面用双人的 来 这样啊 我们先来判断啊 这是什么词 快和难是什么词 是形容词动词还是名词 对 形容词 难是什么词呢 难 这个题太难了 这个题太容易了 是什么词 没错 特别好 是形容词 好了 那么这两个词的前面写什么 太乐时光过得快 考试出题 考试题目出的难 画出来你要写的那个词语 你要选的词 我们选哪一个 我们选哪一个 选哪个的 形容词前面的词是哪个词呢 形容词前面的词是哪个词呢 痛词前面用哪个的呀 用这个的呀 名词前面用这个的呀 这个东西啊 逃不掉 为什么呀 你考试 你你写错文 你总不能不写这些字吧 如果你要写 你就不能错呀 为什么 怎么不能错 我们是不是得学呀 你学你就要 也给他学明白 对不对 学明白 学会他 好 下一个啊 痛快的玩耍 用心的思考 哪个的 玩耍 看后 主要看后面 玩耍和思考 是什么词 好 用哪个的呢 对 非常好啊 我们现在有点会了呢 好 小小的鱼儿 水中游 红红的太阳 太阳当空照 哪个的 先看鱼和太阳 是什么词 非常好啊 名词的的 是这个的 好 来 大声的朗读 不害羞 从容的走路 不着急 走路和朗读 是什么词 对 动词 它有动作 非常好 所以我们用 这个的了 啊 我们今天又练习了一下啊 那么 宾生 你又明白一点了吗 嗯 可以啊 又明白一点了 所以啊 我们这个的的的啊 要给他 能明白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 做一些人物的描写的练习 昨天我们说到了描写那个男的和一个男孩啊 今天我们来看 下一个 你来描写一下这个女孩子吧 还记得那从哪四方面描写吗 发型 服装 穿了什么 外貌 他长得怎么样 还有他的性格 对不对 有大大的眼睛 长头发 长长的头发 长 卷卷长的头发 又长又卷 卷卷的 长长的 卷卷的 卷卷的 红橙子 接着观察啊 继续观察 粉色的鞋子 粉色的鞋子 穿着啊 服装 粉色的鞋子 蓝色的裤子 黄色的衣服 好的 笑笑的脸 爱笑 他的外貌什么呀 爱笑 爱笑 你觉得他的性格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们刚刚说了他的发型 能说了他的外貌 大大的眼睛 啊 乐于助人 乐于助人 你觉得他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 你从他的衣服 你从他的穿着 你从他的服装上 能看出他是一个乐于助人吗 我们来看他穿的这个 好像是一个围裙啊 在厨房做饭的样子啊 是这么一个女孩子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人物性格啊 温柔善良 Nice Gentle Friendly Cantiness 温柔善良 Worm 怎么样 无微不至照顾家人 是一个喜欢关心人的人 是一个关心人的人 很温柔善良 长长的睫毛 大大的眼睛 脸上红扑扑的 红扑扑的 秀丽的长发 披肩长发啊 可以说秀丽的长发 披肩长发 卷卷的长长的头发也可以 穿了一个粉色的围裙 粉色的拖鞋 啊 喜欢照顾家人啊 这是他的一个性格 这个我们对人物的描写要学习 因为在我们的作文里 肯定要出现人物的 我们写事情 不可能离开人 那么怎么样去写一个人 做一个好的人物描写 是一个加分享啊 是一个加分享 我们再来描述一下这个女孩 我觉得这个女孩有点像你啊 你来描述一下自己吧 大大的眼睛 嗯 红色的鞋子 红色的鞋子 是红鞋子吗 粉红色的衣服 嗯 粉红色的衣服 蓝色的裙子 什么色的裙子 蓝色 这个是green 绿色 绿色吧 blue是蓝色啊 这是绿色 绿色的裙子 绿色的女孩 又长长的头发 啊 梳着一个马尾 这个这个这个 她的发型 我们叫马尾 像马的那个尾巴 horse那个tail 像马的尾巴 梳着一个马尾 你也梳了一个马尾 你今天的发型就是梳了一个马尾 你昨天的发型是什么 披着头发 头发披在肩上 那是你昨天的发型 你今天的发型是梳着一个马尾 他的性格呢 加成性格 性格很重要 也是照顾别人 我们来看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们先来看发型 红色的蝴蝶结 看到一个红色的蝴蝶结 我们在观察一个人的时候 抓他的外貌 红色的蝴蝶结 绑着一个马尾 绿色的连衣裙 配上红色的鞋子 外貌的大大的眼睛 还有怎么样呢 我们还可以给他加上一个 可爱的小酒窝 你知道酒窝吗 这个 这个就是酒窝 这有一个小坑 你有酒窝吗 没有啊 有的人会有酒窝 老师有一个酒窝 老师只有一个酒窝 这有一个酒窝 可爱的小酒窝 然后呢 性格呢 我们看这个女孩子很可爱 很乖巧 很可爱 很懂事 他好像也很善解人意 因为他才懂事 所以他善解人意 什么叫善解人意 特别在乎别人的那个感受 很在乎别人的感受 特别理解别人的那些做法和行为 善解人意 很能站在别人的这个想法上面 别人的考虑啊 替别人着想 善解人意 对 这些词语都是来描写人物的啊 你看我们描写人物就能用了这么多内容啊 就能从这么多方面来写呢 好我们再来看 留写老人怎么描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老爷爷 什么样 有白色的头发 他的头发短短的 然后 穿着一件蓝衣服 老爷爷还怎么样 重点 他的特点是这个和我们不一样 老爷爷这个叫什么 这个动作叫什么 我们叫 组着拐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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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木头棍子叫拐杖 拐杖 他怎么样 他组着拐杖 组着拐杖 好 组着拐杖了 你觉得这个老爷爷的性格怎么样呢 开开心心 开开心心 我们形容老人 可以说慈祥 慈祥的老人 很慈祥 好 看 亲切 慈祥 和蔼可亲 这些词语是形容性格的 那么老爷爷的年纪已经大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脸上有皱纹 满脸皱纹 但是他即便是有了皱纹 我们看到他的眼睛 看到他的眉毛 也觉得他是一个慈眉善目的人 慈祥 善 善良 从他的眼睛和眉毛 我们可以看出 他是一个慈眉善目的人 和蔼可亲 亲切慈祥 他已经怎么样 主着拐杖了 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驼背的 这样是驼背的 这样是站直的 这个是驼背的 因为岁数大了 白发苍苍 也可以说他的头发 满头银发 也可以形容他的头发 毕生我问你 今天跟你说的这些 形容人的这些词语 你是不是有些都没有听过呀 是不是没听过的还挺多呢 对 但是 你会的 别人也会 那你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 你有什么优秀的地方吗 那就没有了 别人不会的 你会 那你才能比别人优秀啊 对不对 所以这些词 你不会 你现在不会 别人也不会 是你现在你学了 你就会了 那别的同学还是不会 他不知道 嗯 你要不要给他记下来 拿出小本本啊 把这些词语记下来 形容老人的词语是什么 白发苍苍 满头银发 那老人的脸是什么样呢 满脸皱纹 慈眉善目 满脸皱纹 慈眉善目 满脸皱纹 慈眉善目 性格 亲切 慈祥 和蔼可亲 超好了吗 超好了 那我一会要考你啊 我一会要考你 什么样的性格 是形容什么样的人啊 好 来我们再来看 形容小姑娘的年轻年轻人 可以怎么说呀 可爱乖巧 形容这种小姑娘 像你这样的小姑娘 我们就可以说乖巧可爱 像你这样的小姑娘 我们就可以说乖巧可爱 善解人意 善解人意 主要基性格哟 基性格啊 乖巧可爱 善解人意 是说小姑娘的 OK 好了吗 好了 我们再来看啊 形容大一点的女士 女生啊 大一点的姐姐 比如说二十岁左右的 我们可以说 温柔善良 无微不至 照顾家人 无微不至 照顾家人 温柔善良 温柔善良 这些都是说大一点的女性了啊 大一点的女孩子了 我们主要先记这些性格的描写啊 性格的描写 好了吗 好了 我们再来看 这个男生调皮捣蛋 喜欢捉弄别人 我们遇到这样的人 遇到这样的男生 在你们班里肯定也是有的 那么我们描写这样的男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调皮捣蛋 喜欢捉弄人 可以记一个调皮捣蛋 顽皮 顽皮 调皮捣蛋 就是咱们在写这个词的时候 那个拼音 那个字不认识 咱们要标注拼音啊 标注拼音 表皮捣蛋 这样你在复习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怎么读了 表皮捣蛋 表皮捣蛋 好 我们再来看 形容这种成年的 长大的啊 这种很大人的 戴着墨镜 我们叫他 很严肃 很严肃 有威严 严肃 不爱笑 很严肃 se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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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找到了这个词 很严肃 严肃 有威严 严肃 什么时候 就是在说一些 比较正经的事情的时候啊 比较一些事情比较严重 比较正经的事情的时候 大家就是很严肃了啊 大家都变得很严肃了 严肃 很严肃 二生 二生严肃 我变了吗 好 这些词语啊 加上我们前前面两节课 觉得一些词语 什么苦口婆心啊 回不当初啊 这些词语 多多用在自己的作文里啊 想着去用在自己的作文里 好了这个我们就说完了啊 那么这些好词好剧 我们做了一个累计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1课啊 看一下新的一课了 啊我们的上一天的那个作文 就说完了啊 那个不刷牙的后果 那个就练习完了 我们再来讲一个新的话题 再来说一个啊 练习一个 接下来练一个粗心的后果啊 粗心 不认真不仔细粗心 先来了解一下命题作文 你命题作文这个词吗 命题作文 没有 没有听过命题作文这个词 因为你现在更多的是看到的什么样的作文呀 你看到的是 看图作文 你现在更多的是看到的是看图作文 我们来对比一下啊 来对比一下 这种的是看图作文 这种的是命题作文 什么叫命题 没有图片 我给你一个title 给你一个题目 你就看着这个题目 你去写写你的东西 啊没有图片了 好我们来比较一下啊 那么从这个构思上来看啊 看图作文就比较容易构思 因为你这个事情 你都知道要有什么了 一下你就能写出来 但是命题作文呢 你要根据这个题目来自己去想故事 这是他们不一样啊 一个是故事已经给你了 那个是你要自己去想 那么优势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看图作文好的地方是什么呀 这个故事的线路很清晰 你不容易离题 啊你不容易写到别的事情上 你要离题就不及格啊 如果我们离题就不及格 那么命题作文呢 是什么 你的发挥空间特别大 你可以有各种的想象 不会只写到图片上面的这一件事啊 就是你能写的东西会多一些 故事是多种多样的 再来看啊 不好的地方 就是命题 看图作文 你就只能写这一个故事 比较单一 就是只能写图片上的这个故事 那么命题作文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容易离题 容易跑偏 跑题 一旦跑题跑题了 写的再好也是不及格 给你就十分 十分上下 就十分上下就左右的样子 好了 我们分析完了 看图作文和命题作文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小video 这个video看完以后 来 冰生你要给这个题目 你要给这个video一个标题好不好 给它一个标题啊 来我们先来看 小心 换上这个吧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要去孟阳那边 拍全家福照片哦 好帅气哦 裤子也穿上 那么我们走吧 可是为什么要拍照片呢 因为孟阳说 她想要练习拍全家福哦 要当做练习 所以帮我们全家人 拍张全家福照片 嗨 还是老样子这么热闹啊 哇 孟阳 好久不见了 今天请多指教 放心交给我吧 你们好 连途小姐 好久不见了 孟阳平常承蒙您的照顾 别这么说 彼此彼此 那就开始吧 我会帮你们拍得很棒哦 难得有机会拍全家福 所以孟阳 你一定要好好帮我们拍 我们让你拍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哦 那算四千块就好 还要收钱呢 开玩笑的啦 那就请你们快点做好准备吧 小葵坐在猫毛的腿上吧 我要坐在爸爸的肩膀上 你快下来 来 笑一个 那我要拍了 那我要拍了 小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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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都指的教身是那样的吗 能斗塔小就行了 那要拍了哦 小葵 请大家 把腿上帮回声录 阿姬 这会录到声音啦 没关系 我们不是在录影啦 那就再来一次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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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大人的表情 從剛才就很僵硬耶 是嗎 因為是正式的拍照 難免覺得有點緊張嘛 片面的時候不是要穩著嗎 啊 就當成是自己家的客廳 放輕鬆一點嘛 啊 好如火 嗯 太輕鬆了吧 嗯 對了對了 拍出好照片的話 我會放在櫥窗展示哦 啊 放 放在櫥窗展示 就會讓很多路過的人看到咯 早知道應該先減肥 哎呀 那個跟照片一點關係也沒有吧 就用小葵遮一下嘛 嗯 啊 要是不快點拍的話 我的鬍子就越長越長了 不愧是孟陽的家人 全家人都很特別 別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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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拍得很好 請放心吧 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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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 如果放在櫥窗展示的話 就變成像是照相館的招牌不是嗎 嗯 就是 可是我還拍不出那樣的照片啦 真糟糕 嗯 連你也跟著緊張起來那怎麼行 是 是的 老實 那就露出笑容 放輕鬆吧 那我呢 怎麼要才能露出笑容呢 像這樣嗎 嗯 嗯 三女精女 像這樣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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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確是 這樣的照片 沒辦法放在櫥窗裡展示 嗯 我也是 很依靠吧 好了 我們來看啊 看完這個了 那麼 這個 這個 這段視頻看完了 那麼 我們來給他說一下啊 給他起一個符合 視頻內容的一個 標題 啊 不要離題啊 我們一個一個的分析啊 一個一個的分析 第一個 姐姐學拍照 姐姐學拍照 這個姐姐是誰呀 說的是 你看過這個動畫片嗎 B生以前看過這個動畫片嗎 叫那個蠟筆小溪 一次 看過啊 這個姐姐是誰的姐姐 說的是她的姐姐 啊 她的姐姐 這個是小溪的媽媽 小溪媽媽的姐姐 學拍照片 啊 第二個標題是 一起去旅行 第三個是穿新衣服 第四個是拍全家服 如果你給剛剛的那個事情 起一個標題 你會用什麼 然後你要給出理由哟 為什麼要這樣呢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開全家服 啊 你會選這個當標題是嗎 嗯 好 那你來先說一下 為什麼你不選第一個 為什麼不選這個咧 為什麼不選這個咧 說不出來 哎 因為呢 姐姐學拍照片 這裡只有姐姐在拍照片嗎 不是吧 那姐姐學拍照片說的是 就是她的那個那個女孩拿著那個照片啊 那我們不是整個的東西都在說她在學 我們如果說學拍照片應該應該 內容是什麼呀 她是怎麼學習的呀 對吧 她是怎麼 她是去哪裡學習了呀 她每天花了多長時間呀 如果是用這個標題 我們是應該有這樣的內容 對吧 所以她不符合這個內容啊 她不符合這個視頻的內容 一起去旅行呢 符合嗎 也不符合 為什麼 他們不是去旅行 他們只是去姐姐家 啊 去她那個拍照的地方 去照相館了 他們不是去旅行 所以不符合 那穿新衣服可以嗎 也不可以 嗯 因為他們是穿過的衣服 也不是新的 他們只是拍一個家照 拍一個全家服 沒有 全家服拍到美美的 所以他們穿著最美的衣服 來到姐姐家 可以 那拍全家服呢 為什麼可以啊 因為他們全家服 因為他們全家都去 全家服 他們全家都去 都沒有拍到 全家服 都沒有拍到 全家服 所以都是在圍繞著這個來說的 特別好 嗯 對的呢 就是這個 好了 那這裡還有一篇啊 我們這得放在下一節課了 我們把它讀完 然後給這個短文 找一個標題 我們接下來的課是要做什麼 寫一個作文 叫完成作文 我們不寫看圖作文了 啊 不是叫命題作文 不是完成作文 命題作文 完成作文是又是另一種作文了啊 叫命題作文 就是給你一個標題 你根據這個標題來寫 它上面的內容啊 命題作文 來寫你需要的內容 怎麼寫 我們明天來 詳細的學習一下這個命題作文怎麼寫 好吧 那麼今天的作業是什麼 今天的作業 你應該是可以在你的那個賬號上 下載今天的這個作業 的那個printing打印的那個 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不 不這樣 不這樣 你能造句嗎 我給你提高點要求 你能造句嗎 像這一點點 就是 我們學過的那些詞語 你給它造句怎麼樣 我給你寫幾個啊 你去拿這個詞造句啊 然後喝了一口氣 嗯 黃羊補牢 黃羊補牢 還記得那個黃羊補牢嗎 黃羊補牢 黃羊補牢 我改正了我的錯誤 我還沒有那個錯的太離譜 黃羊補牢 真是黃羊補牢 為時不晚啊 這幾個詞 你剛剛已經抄下來的話 你可以在你的本上做一個標記啊 黃羊補牢 維持不晚 漂皮搗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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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精精有味就不说了 你会使用精精有味啊 你会使用精精有味 那么 医生我们 我们的作业里面啊 有用这几个词去造句啊 用这几个词造句子 好吧 然后做好以后 我们传上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竟然就上到这里了 可以上课了 拜拜